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卡之欧15分钟云端小学堂 15分钟让你学习一个新的主题,轻松而有负担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课程是Python课程系列的第一单元 Python介绍与安装 今天的课程内容分为四大部分 首先为各位介绍Python的起源与名称的由来 第二部分安装Python程式 第三部分安装程式编辑器Visual Studio Code 最后写一支很简单的Python程式 卡之欧使用的操作环境是Windows10作业系统 与Google Chrome浏览器 在课程开始之前 各位需先准备一台Windows10作业系统的电脑 因为需要上网下载课程使用的程式 所以各位可以使用自己习惯的浏览器 在Windows上较常使用的浏览器有 Microsoft Edge、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Google Chrome 与Firefox 若各位想安装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 可以参考卡之欧之前的课程 下载Windows版Google Chrome浏览器 在课程中所提到的资讯以及相关连结 将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说明 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首先为各位简单介绍一下Python Python是一种直译式语言 Python是在1989年12月 由一位荷兰人Gitvenlosan发明 在1991年2月 Gitvenlosan在alter.source 新闻论坛发布了Python0.9版 也是Python的第一个版本 一直到了Python2.6版 Python开发小组无法在为Python受伸的情况下 只好忍痛废掉Python2.x的架构 重新设计 于2008年12月Python开发小组释出Python3.0 而且语法与Python2.6大大的不相容 也因此导致2.x与3.x出现所谓的Python断层 因为Python2与Python3的语法差异 导致程式码无法互为使用 所以当拿到一段Python原始码后 一定要记得询问 这个程式是用Python2写的 还是用Python3写的 若查一下英文字典 Python这个单字的字面意义是蟒蛇的意思 但是Python这个名称真的跟蟒蛇一点关系都没有 Python名称的由来实际上是Gitvenlosan 取自于自己很喜欢的英国喜剧 Mountain Python's Flying Circus 蒙提派生的飞行马戏团的名称而来 这才是Python程式语言名称真正的由来 以上就是对Python的简单介绍 接下来要上网下载并安装Python程式 首先先开启浏览器 在网址列输入Python官网的网址 python.org 然后按Enter 进来官网后点选Downloads 在这边它会告诉你目前最新的版本是Python 3.8.1版 请各位点选Download Python 3.8.1 如果你是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 它会直接在这边提示下载 下载完之后直接点选下载的程式 在开始安装之前 请各位一定要将 At Python 3.8 to Path这个选项打勾 这个选项主要是将Python 3.8 加入到系统的路径上 选项打勾完之后 请各位点选Install Now 立即安装 等待程式安装的时间长短 取决电脑的执行效能 安装好之后点选Close 关闭 现在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Python是否已经安装好了 按下键盘的Windows Key加R的组合按键 再开启栏位输入CMD 然后按Enter 再开启的命令提示资源程式中输入 Python 空一格-vresiln 也就是查看Python的版本 然后按Enter 若画面出现Python 3.8.1 就表示Python已安装完成 现在可以先将命令提示资源程式关闭 接下来我们要下载并安装程式编辑器 Visual Studio Code 回到浏览器 在这边再开一个新的分页 在网址列输入 Code.Visual Studio.com 然后按Enter 点选Download for Windows 然后点一会儿之后它就会开始下载 下载完成后点选程式开始安装 点选我接受合约 点选下一步 再点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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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选所有选项 再点选安装 再点选下一步 再点选下一步 再点选安装 等到安装的时间长短取决电脑的执行效能 安装完成后 它的预设会启动Visual Studio Code 点选完成 当看到Welcome的画面 就表示Visual Studio Code已安装完成 先把Visual Studio Code程式关闭 下次要开启Visual Studio Code程式的时候 只要在桌面Double Click Visual Studio Code的图示即可 最后我们来写一支很简单的Python程式 在写程式之前 先为Python课程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 请先按Windows Key加1的组合按键 开启档案总管 点选文件资料夹 新增资料夹 将资料夹的名称设定成PythonCosys 然后按Enter 然后进这个资料夹 我将档案总管放在萤幕的右手边 将Visual Studio Code的程式移到左边 在Visual Studio Code点选File 档案 点选Open Folder开启资料夹 在文件里面找到PythonCosys 选择资料夹 这个时候左手边这边 就会有个PythonCosys资料夹 在Visual Studio Code的程式里面 它会以资料夹的名称做一个专案的名称 左侧画面是Explorer视窗 可以透过滑鼠将它关闭或者将它开启 右侧的下方有一个执行命令区块 可以利用滑鼠把它给打开 或是把它给关闭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写一支简单的Python程式了 将滑鼠移到左侧PythonCosys名称上 点选右手边的New File新增档案 建立一个新的档案 输入新的档名叫做First.py Python程式的副档名一定要是Py 输入完按Enter 请各位看右手边立即产生First.py的档名 也就是说你在Visual Studio Code里面所产生的档案 会立即反映在我们的档案总管理 相同的 我如果在这边建一个新的资料档 文字格式 我这边如果打一个Second.py 按一个Enter 因为我把文字档的副档名改成Py 它会让我确定是不是真的要修改 我按4 各位你可以看到 这边也会立即反映出Second.py的档案 在Visual Studio Code里面 如果要把一个程式删掉 按滑鼠右键 点选Delete删除 在确认视窗里点选Move to Recycle Bing 移到资源回收桶 它就会把刚才所选的档案删除 在右手边的档案总管也会立即反映出 档案被删除掉 现在我将Visual Studio Code的程式最大化 在右侧上方的区域 就是程式输入的区域 在这边我们先输入第一行程式 print 刮胡 双引号 hello word 输入完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画面的右下方 这边会告诉你 the Python Extension is recommended for this file type 也就是他建议将Python的副档名 应用到此档案类型 在这边我们点选安装install 程式打完后一定要记得储存 储存档案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法 点选File 档案 再点选Save 请各位看Save 旁边有一个叫做Ctrl S 这个就是我们待会要介绍的第二种方法 请各位点选Save 它就会储存 那我们再打第二行指令 一样是print 第二行程式打完之后 请各位看一下 这边会有一个点 这边会出现一个点 这代表你的程式 目前并未储存 刚才我们介绍过第一种方法 现在我们介绍第一种方法 就直接按Ctrl加S的组合按键 当档案存取好之后 这一个点就会自动消失 要执行Python程式 我们将滑鼠移到 右侧下方的视窗 点选Terminal 游标左侧会显示开启的 资料夹名称 要执行我们刚才写的程式 只要输入 python 空一格 first.py 然后按Enter 各位你就可以看到 Hello World High Python的字样就在这边 如果要再一次执行相同的程式 不需要重新输入 只要按一下向上键 然后再按Enter就可以了 如果要再修改程式 可以回到上方的画面 接去修改或新增程式 然后按下Ctrl-S储存档案 再移到下方执行程式 按向上键 按Enter 如果要关闭正在写的程式视窗的画面 只要点选档名右手边的关闭钮 也就是XX的符号即可 若要再开启相同档案 只要点选档名 就能在右侧开启档案的内容 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课程 若您喜欢卡州的课程 请订阅卡州的频道 别忘了按一下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卡州的新的影片通知 还有别忘了按赞与分享 谢谢您的观看